1973年7月20日23点30分 香港上空笼罩着一片沉重的乌云 一则令人窒息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 年仅32岁的李小龙 这位武术巨星 在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与世长辞 这个消息如同2020年1月26日 可比布莱安特意外去世的消息一样 让人难以置信 李小龙并未离世 给人们带来了一丝虚假的希望 粉丝们期待着李小龙 能够随着他的芯片龙争虎豆的上映 而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宁愿相信 这一切都只是电影的宣传策略 是一场戏言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期待中的反转并未发生 谣言和玩笑逐渐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心中的不安和焦虑 1973年7月24日 李小龙终于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但这一次 他身着在金武门中 扮演霍原甲石的深蓝色堂服 安详地闭着双眼 躺在灵鹫之中 在灵堂中 香烟鸟鸟 白布高挂 人们在灵堂下哭泣 香港的明星和名流纷纷前来 送这位传奇人物最后一程 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影迷们 也自发聚集 在香港街头为他送行 整个城市沉浸在悲痛之中 人们常说 每个人都会经历三次死亡 当生命体征消失 是生物学上的死亡 当遗体被安葬 是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而当世界上再无你的痕迹 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离去时 那才是真正的死亡 李小龙的离去 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 但他的精神和影响 却经久不衰 媒体争相报道他的去世 而他们的焦点 很快转向了他的死因 最初的报道指出 李小龙在家中突然晕倒 被妻子林达埃莫瑞 紧急送往医院 但最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然而 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实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警方发现 1973年7月20日晚上 10点30分的救护车 出车记录显示 目的地并非李小龙的家中 而且 当晚陪同他前往医院的 并不是他的妻子 林达埃莫瑞 而是一个东亚面孔的女性 这一发现 让李小龙的去世 更加扑朔迷离 也让他的传奇一生 留下了最后的谜团 李小龙的妻子林达埃莫瑞 李小龙的妻子林达埃莫瑞 李小龙的妻子林达埃莫瑞